這個審柱給妳做一下感想 抵押飛機銀行貸款家族繼承公開販賣債權 上個月剛從義大利旅行回來 帶了領隊推薦的當地義大利燉飯條理包 趁著假日小塔決定來試做 所以今天這是海鮮的 三包 所以海鮮是另外一組就對了 另外 對啊 海鮮是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 肉水 所以是加蝦子跟 那個燉飯是重口味的 蝦子 洗完蝦子要剪虛 肚子清了之後再放一些 對啊 感覺好像有點細 這才好嗎 不用姜 姜是去腥 蛤蠣可能會比較慢 蛤蠣 這一鍋 海鮮湯等一下來 一包是兩杯半的水 所以我們這次煮三包 就要用七杯半的水 我只聞到舊燈塔的味道 鍋底在冒泡泡就算滾了 不是應該水片上有泡泡泡才算滾 oh my god 倒下去就有個味道出來了 這應該比炒麵還好一點吧 這應該比炒麵還好一點吧 就是要一直把 番茄口味的耶 對呀 我都發現很可以在 妹妹你拉拉 蛤 蛤 要不然就海鮮粥也可以 欸 我不可以相信你嗎 把他弄壞我沒辦法 我誤 大概這樣持續攪拌 大概半個小時 欸然後那麼久 你就在它底下不要有燒焦 我的杯子 oh my god 好啦我相信你媽媽 你看它的杯子更大 真的嗎 它只是用示意圖 啊 不用太多了 有點鹹 那什麼啦那什麼 不錯不錯 越來越有樣子囉 這還是粥啦 這還不是燉飯 燉飯是不能有糖的 插塊不倒 你知道是什麼 筷子插就不會倒耶 好 嗯現在味道不太鹹 也不會太淡 我本來以為酒店長 只是讓它 顏色好看 也是要煮啊 番茄味好爽 那紅黃天香的番茄 喔 然後不是辣椒 可以吃了 哇塞好雞巴喔 我的天啊 可惡 不過就是燉飯嘛 可以雞巴成這樣 是怎樣 吃了 吃起來怎麼樣 難吃 蛤 難吃 難吃不會難吃啊 你呢 哈哈 那你覺得難吃 我還吃啦 媽妳說到什麼 難吃 會嗎我不會 還好啊 唉 很可惡 木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